古德曾經告訴我們 這幾句裡面有幾種事情非常重要 一切祝福 沒有一真佛不念阿彌陀佛的 釋迦牟尼佛在《小本經》裡面告訴我們 祂是念佛成佛的 我們念彌陀經 把這件事情都疏忽掉了 要不是偶業大師在藥節裡面為我們指出來 我們念彌陀經 念一輩子 也沒有覺察到 釋迦牟尼佛是念阿彌陀佛成佛的 釋迦牟尼佛如是 釋迦牟尼佛如是 其他的一切祝福想必也如是 這個想必沒錯 果然如是 祝福都念阿彌陀佛 我們很難相信 如果從禮上講呢 還能講得過去 阿彌陀佛是什麼意思 這四個字完全是凡語 翻成中國意思 無量覺 所以從這個意思上講 那是絕對沒有問題 諸位想想 哪一尊祝福不是無量覺的 由此可指 無量覺是一切祝福如來的總名號 西方世界 法藏菩薩成佛 他就用了這個名號 所以這個名號裡頭 有禮有思 禮如是 思也不例外 這是不可思議的法文 還有一張思心 我們必須也知道 一切祝福 都念阿彌陀佛名號的人 這個事情 我們怎麼會知道 小本彌陀經裡面 六方佛讚嘆當中 我們看到 無論哪一個世界 哪一類眾生 只要念阿彌陀佛 就得一切祝福的互念 諸位想想 這個功德有多大 你念其他佛菩薩名號 或者你念一切神咒 你念一切經典 可以得到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呼唸 決定不可能 得到一切祝福 這不可能的事情 唯獨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能得一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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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什麼力量 誘惑你 威脅你 你都不會動搖 你也不會恐懼 為什麼呢 有祝福 有祝福 既然有祝福 呼唸 你就會聯想到 無量菩薩 無量天神 必定呼持你 這些都是事實